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平芳。 最近有一些网友说我在视频里的图片很漂亮。 问我是怎样做出来? 这些都是我的作品。 你们看看是不是很漂亮? 当然,我的真身并没有这么漂亮。 更加没有那些模特儿这么好的身材。 这些照片都是经过图像处理的。 就是用电脑技术来进行图像修改。 也就是平时我们所说的抠图,或者是辟图。 基本上我是利用一些模特儿的照片作为底片, 再把我自己的头像覆盖上去。 那整个图像看上去就好像是我自己的模样。 我要什么漂亮的发型和服饰都可以。 只要把一些自己喜欢的人像照片处理一下就可以了。 你说是不是很有趣? 有网友要求我教他们做这种特殊处理的图像。 没问题。 我就拍一些视频出来教你们怎样去做。 做这种图像需要用到一种电脑软件。 我用的是Adobe Photoshop CC版本的软体。 这是一款很有名的图像处理软体。 它的功能非常强大。 可以做出各种不同领域的功能。 包括绘画。 修复旧照片。 影像创意。 平面设计。 艺术文字。 网页制作等等。 而我这些视频只教你一些基本使用技巧和怎样去抠图。 首先我要声明一点。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家庭主妇。 我对电脑基本上是没有什么认识的。 只懂得一点简单的操作。 我也是最近才开始学Photoshop软件的。 我只懂得用一些简单的功能去抠图。 和一些快捷的图像处理方法。 其他的领域我一窍不通。 不过这样已经足够了。 至少可以把我的图片弄得美美。 你们请放心。 只要你懂得一些简单的电脑操作技巧。 要学用Photoshop去抠图一点都不难。 我只花了一点点时间。 学了一点基础的技巧。 就懂得去处理我的图像了。 我只是一个嘱咐。 我能够做得到。 你们当然也做得到。 正所谓熟能生巧。 你只要多动手去实习。 肯去学。 依照我的方法一步一步去做。 自然会做出很漂亮的图片。 闲话不多说了。 我们现在就开始学习用Photoshop来抠图吧。 Photoshop基本上分三个级别来学习。 基础级。 进阶级和专业级。 现在让我来教你怎样去下载和安装这个软件来抠图吧。 首先我们要去Adobe的网站。 并下载Photoshop软件。 你可以在Google网页查找Adobe Photoshop下载。 在网站的主页里。 你大概会看到这样的画面。 我们可以先进去试用版。 让我们先登入。 如果你没有Adobe的账号。 你要先建立一个。 你可以在这里打进你的电邮和密码。 或者如果你有Google账号。 可以直接用你的Google账号来登入。 在这里选取你的国家地区和出生日期。 然后点击完成。 我们可以先安装它的试用版。 让我们下载它的试用版。 这个软体是要收费的。 有便宜的。 也有贵的。 一分钱一分货。 对我们这些初学者来说。 下载最便宜那一种就够用了。 还是建议你们花一点钱去买一个正式的Photoshop CC版本吧。 通常它有七天试用期。 试用期过了之后。 如果你要继续用它。 每个月都要付月费。 点击继续之后。 它就会在你的电脑里安装连接Creative Cloud网站的软件。 通常要装蛮久的。 你只要依照它的指示一步一步地做下去就对了。 当它装好了Creative Cloud之后。 它会继续在你的电脑安装Photoshop。 这个过程通常也是要等很久的。 主要是视乎你的电脑硬件。 路由器。 网络速度等音锁。 你要给一点耐性。 趁着这个空档。 我预先跟你们讲一些设置中文的问题。 Photoshop是美国Adobe公司的产品。 我教你从Adobe网站下载的CC版是原装正版。 绝对合法的。 并不是那些从坊间下载的所谓中文破解版。 我们从Adobe下载的Creative Cloud默认语言是根据你Windows系统的语言来安装。 如果你的Windows系统界面是中文。 安装出来的应用程式就是中文。 如果使用者界面是英文。 安装出来的就是英文。 我打算用Photoshop中文版来教你们。 而我的Windows使用者界面是英文。 所以安装好之后我需要把它设置成中文。 这个过程有一点复杂。 我们不可以直接在应用程式里而设置成中文。 因为刚装好Photoshop程式的时候, 里面的设置是没有中文选项的。 我们必须在Creative Cloud那边设置成中文。 然后再重装Photoshop。 它才可以设置成中文版的Photoshop。 如果你们有像我这样的情况, 你们可以照着我的方法来做。 等一下我会示范给你们看。 还有一点要注意。 Adobe Photoshop的官方版本在很多年前已经没有售卖单独的版本。 如果你要买它的软件, 只可以通过它的Creative Cloud网站。 每个月都要付月费, 才可以下载并安装它的官方版本。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登录去Creative Cloud的网站。 安装了Creative Cloud Desktop连接去Creative Cloud的平台。 然后才自动把Photoshop的软件安装到你的电脑上。 在Creative Cloud的平台上, 你会看到各式各样的软件。 大部分软件都可以试用。 如果你有兴趣, 不妨试试看。 安装好Photoshop之后, 你将会看到这样的画面。 我们现在可以开始试用。 在这里点击。 正如我刚才所说, 我的Windows系统用的界面语言是英文。 所以安装出来的Photoshop界面语言就是英文。 但是我现在不可以在这个界面里把它设置成中文。 因为这里还没有中文选项给我选。 所以我必须先从Photoshop出去。 在Creative Cloud平台那边改。 先把Photoshop关掉。 打开Creative Cloud的平台。 在它的右上方点击Account。 在它的右上方点击Account。 然后点击Preferences。 再点击左边的Apps。 它的默认是English, North America。 我把它改成简体中文。 再按Done。 请注意。 改了之后在平台上需要再找回Photoshop。 在这里按Try。 尝试打开Photoshop。 它会自动再安装一次。 如果安装不成功或者打不开。 就必须重装Photoshop。 很多时候都有这种情况的。 要先把之前那个Photoshop卸载。 然后再重装。 现在已经打开了Photoshop。 那我们就把它的界面改成中文吧。 点击Edit菜单。 然后选取最下面的Preferences。 再选取并点击Interface。 把UI Language那个选项改成简体中文。 OK。 然后退出Photoshop。 这样就完成了。 当我们再重新打开Photoshop的时候。 它的界面语言就会变成简体中文。 它的界面语言就会变成简体中文。 这些操作机会变成简体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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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操作都是我们在抠图时一定要懂的。 大家请放心。 只要你肯去学。 只要你肯去学。 多练习。 依照我的方法一步一步去做。 一定能够修改出一些美美的图片。 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做得不错。 那就请给我一个点赞。 顺便留言。 帮我订阅。 并且打开旁边的叮当。 以及把视频分享出去。 谢谢大家。 再见。